如果要講,就要看講多久, 因為各方面要怎麼提, 到底我們在講什麼病人呢, 我和鳳琴都提了, 其實有時候大家有問有答, 好像是好一點, 是吃飽飯,不要睡得著, 所以我鼓勵大家, 麥克風就不太多知道, 不如這樣講,應該聽到, 知不知道我們在講今晚的題目, 晚期病人在講什麼病人, 有什麼病人呢, 癌症, 為什麼是癌症? 腎病, 腎病,老日病, 看到沒有? 主要來說, 我們可能第一句說是癌症, 的確是的, 大部分呢, 接受我們照顧的, 我們在這個臨時, 就是胸肺科和舒緩治療, 就是pay with care, 以前有些叫做事業中服務, 現在我們很土編改了名字, 叫舒緩治療, 照顧病人, 很大部分是癌症的病人, 我們怎樣看, 主要是身體上的不適, 比較上是身體裏面, 大家一會聽說, 都會留意到, 身體不是分割的東西, 可能不只是身體, 也牽涉到其他東西, 如何處理這個自由很闊, 到底是, 我們在說什麼呢, 我都適合了頭, 準備的時候, 我們到底在說的, 主要是有提到癌症, 有老人病, 有心臟病, 腎病, 知不知道呢, 其實香港, 原來以致命率來說, 最高的是什麼病? 癌症, 大家都很熟, 這個是幾年前, 應該算是最新的, 應該是2008年, 都是講一些統計的, 的確看到, 主要致命的, 大量有30%是或性腫瘤, 即是癌症, 即是俗稱的癌症, 都看到了吧? 再其次, 心臟病至16%左右, 有些是肺炎, 腦血管病, 即是中風那些, 另外, 就是慢性呼吸病, 跟我們有關, 我們做肺科, 都佔不少的, 腎炎, 腎病, 都在這裡, 你看到, 的確是, 香港的第一號殺手, 都是癌症的, 佔大約看到, 十個裡面有三個, 都是癌症的, 可生的, 好, 那是2008年的資料, 其實, 這個在政府衛生署的網站, 大家都找到了, 還有, 那些癌症是未準備好, 遲些補給你們, 所以不用太放心, 關於那個死因, 由2001年, 一直到2010年, 這10年裡面, 你可能問, 是否2008年, 有這麼多癌症, 做一年, 下一年都不是, 其實, 看回, 沒有什麼變, 這10年裡面, 癌症都是佔第一個位, 都是致命最高的, 其次, 心臟病, 肺炎等等, 癌症, 因為我們, 一年香港, 大約的死亡率, 是4萬人左右, 4萬人左右, 當中, 有1萬多, 是死的癌症, 其他, 有心臟病, 慢症的, 呼吸道病, 有2千多個, 腎病, 有1千多個, 癌症是第1號殺手, 癌症裡面, 有什麼癌呢, 給你們看了就不要, 現在看不及, 你也嘗試答吧, 最常見知名的癌症是什麼, 什麼癌症, 肝癌, 肺癌, 肺癌, 腸癌, 是最多的, 佔了, 其實4個, 有1個月, 28%, 差不多10個, 有3個是肺癌, 肺癌, 腸癌, 已經差很久了, 一半也沒有, 但已經是第2位, 肝癌, 大家都知道, 這些癌症比較多, 肺癌是特別多, 其他, 不同的癌症, 他的發病率可能是不同的, 例如乳癌, 其實也挺多的, 發病率的, 因為發病早, 或者治療, 比較成效好些, 他的死亡率也不太高, 但肺癌症很幸運, 他發病的時候, 可能已經是挺後期的, 所以他的死亡率也相當高, 大家有些觀念, 癌症的病人是最多的, 在死亡率來說, 當然肺癌最多, 今天講的題目, 是怎麼照顧他們身體上, 有什麼不舒服的問題, 怎麼處理, 這個題目都很重要, 因為在一個統計, 在香港的統計, 就是市民會, 大家可能都聽過, 去2004年, 做了一個調查, 訪問香港的市民, 一般市民, 問他們認為, 覺得怎麼叫一個好的死亡, 覺得死得好, 每個人都希望, 死得好一點, 如果你揍人的時候, 就叫他不得好死, 所以你是想他是好的, 有什麼因素, 你覺得會令他覺得死得好呢, 他叫你給分, 0分最低分, 10分最高分, 以下給大家看看答案, 最高分的兩件事, 就是講的是, 死前不要受病痛, 長時間治過, 即是如果你是很辛苦, 拖很久, 其實很慘, 所以他們給到8.8分, 記得10分是5分, 他們覺得很重要, 另一個重要, 就是臨死之前, 能夠盡量減少身體上的痛楚, 這個也是有8分, 8.1分, 另外一些因素, 你會看到, 是跟其他相關的, 是跟家人, 希望沒有堂累到家人, 各方面都不用靠人幫, 希望自己可以有一個獨立, 有些尊嚴, 另外就是, 死前能夠跟家人一生有和好, 知道自己不用擔心, 家人以後生活, 跟家庭的關係, 亦是死前完全對待不值, 在當中, 減少身體上的痛楚,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今天我們講的, 我一直準備, 你們覺得需要講這個題目, 就是我們怎樣去應付, 身體上有什麼不舒服, 以及怎樣幫助他們, 好了, 我們講了蠻蠍, 其實我還未跟大家講, 怎樣叫蠻蠍, 癌症, 癌症, 是不是每個癌症, 就是晚期, 其實是怎樣叫晚期呢, 有礦膳, 或者是有根子, 病都會差, 那些, 那些, 你怎樣定那個位, 每個都不同的, 有些人可能是, 甚至是早一點, 很早已經診斷到, 已經有一些舒容治療去提供, 有些人可能是退後一些, 但是我今天呢, 將那個晚期, 都定在這個, 就是病人斷尾, 還有這個死亡威脅, 在裡面, 另一個字叫末期, 末期, 末期, 就是我們通常講到, 比較在後一些, 就是真的可能是貧人死亡時候, 那晚期的症狀, 剛才講的有不同的病種, 我們, 大家都一講的, 都是男性症狀, 那些男性症狀, 那其他呢, 其實一些慢性病呢, 例如, 現在聽到的肺座病, 就是氣管阻塞, 就是吃了很多的肺座病, 這個心臟應該都是需要弱的, 要眠加部, 那腎, 也都是慢性的腎病, 可能需要洗腎, 或者不洗都好, 那些慢性的病是不好的, 可能在一邊撐, 那程度可能是, 由輕一邊重, 越來越毒, 那到底想問問大家, 他們的晚期的症狀, 這幾種病, 或者其他一些的, 末期的病, 晚期的其他器官的病, 衰竭, 有沒有不同呢? 有的嗎? 有的嗎? 有什麼不同呢? 有的很疼, 有的很疼, 這些很疼, 癌症很疼, 其他都不同的, 是, 有人嘗試做一些研究, 香港都有的, 也有嘗試看一些, 但這個比較齊全, 一個外國做的, 是梳梨堡, 他看幾種病, 例如我們見到癌症, 一些慢性心衰竭, 肺的, 慢性肺左病, 二次到之, 都是晚期, 或者是慢腎病, 就是需要可能腎衰竭, 需要考慮, 不用腎等等, 我們看回他們的, 在文獻上面, 講講徵狀, 由他們偷看得到, 我想問大家, 不要看那些, 不要緊, 到底, 他們有什麼徵狀? 不行,還是老頭, 鮪鮪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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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